7. 公司 對了,Abel 你有沒有常常去光顧的店啊? 有啊,有一兩家餐廳其實比較常去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去呢? 當然 好吃是最基本的 还有他的服务其实也蛮让我满意的 那通常顾客不满意的原因 服务就占了50% 那你会说我只是卖一个东西 哪有什么服务 但是顾客的立场永远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只要觉得他花了钱 就应该受到应有的待遇 所以顾客管理很重要 那对于大型企业来说 顾客管理主要的目的 是在于持续与顾客保持良好的关系 以助于推动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业务 那对于小型的实体地面来说的话 顾客管理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顾客能够满意整个消费过程 从中我们也能够得到客户的一些回馈 最后增加顾客的回购率 那服务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在我们前面的单元里面 我们的人事成本就建议不要低于20% 甚至30%都带有人在 以国内外小笼包最著名的店家 顶泰峰来说的话 人事成本居然就占了他营收的56% 先不论他是怎么办到的 但是顾客的满意度 永远都是他再次光临最重要的原因 服务当然是要成本 光教育训练投下去就是一大笔钱 对 那没错 其实可是你假如说你把服务做好 那员工有教育好 那可能客人就会再度的光临 所以其实这个成本是值得投资的 对 那以餐饮业和零售业来讲的话 跟客户有着密切接触的店员 代表的就是我们店里的形象 尤其客人会常常有突如其来的各种问题 所以怎么利用短暂与客人的接触 就能让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我们实体店面老板最重要的功课 因为不管是让客人留下好的或者是坏的印象 都会影响顾客日后他消费的意愿 所以店里除非只有老板一个人 否则的话 这个部分最好能有一套完整对应顾客的方式 你必须拟定一份对顾客的SOP 统一对外的说法 除了能让客人感受到专业的服务外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避免说法不一的情况 让客人不知无所适从 通常我们在制作这份对顾客的SOP之前 需要收集最常碰到的各种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拟定应应的方式 所以收集问题拟定应应方式 对 那我们要如何拟定应应方式 那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着手 它第一个方向就是客人进门以后的互动 包含看见客人简单的招呼方式 如何介绍店里商品的陈列菜单 以及如何推荐商品及菜色 那因为从他进店里以后到离开店里 假如整体的过程感受都是好的 就会影响到客人的消费金额 甚至推荐他的亲朋好友 但是过去我在刚创业的时候 并没有这么周延的计划 有时候甚至不了解客人的抱怨是在服务 所以也错失了许多把握住更多客人的死机点 这一点给人的印象会最深 做得好一定能够住客人 对啊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方向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常会遇到的临时状况 例如有推销的厂商 或者是外界洗手间 再来就是顾客携带外食该怎么处理等等 那以携带外食来说 通常只要是我们的市场定位明确的 就比较不容易有这样的状况 那会携带外食的客人大部分都是 只是需要一个空间 做他想做的事情 假如你很明显的不是这一类型的店 通常他就不会找上门来 虽然我不是店家 但我也不喜欢客人携带外食 对啊 可是难就难在说 我们也不能得罪客人 所以其实在处理上面还是要有一些技巧 那第三个方向就是送餐的时候 和其他临时的状况 包含把握送餐时与客人的对话 那客人催餐时的因应方式 餐点吃到会晤或者是义务的处理方式 以及客人退货时的处理方式 那不管是餐饮业还是零售业 这个临时状况都是我们跟客人接触 最有机会对话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细心或者是贴心的举动 都会让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进门用餐的过程 对 那我们现在该说什么结帐 对啊 你真的很厉害 那第四个方向 就是把握客人结帐时 最后互动的机会 包含询问满意度 请听抱怨 以及记住客人 那结帐时就代表顾客已经消费完毕 准备要离开 通常客人脸上也隐约的透露今天消费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容易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 那假如可以适时的询问今天购买的满意度 或者是公厅客人是否有其他抱怨 那同时也要训练工作人员把一些常来的熟客都能记住 他们的姓氏或者是他们的消费习惯 那客人都结婚上离开了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方向是什么 不你忘了还有电话 那最后一个方向就是接听顾客电话时的注意事项 如电话定位啊 还有询问商品 及询问交通资讯等等 那这三点其实就是过去 我店里接到电话时 客人最常会问到的问题 虽然回答方式并不复杂 那以过去我开店的经验来说的话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互动 却占了客人心中最大的影响力 那这些事项 其实我店里以前新人 前两个星期考试的题目 因为当我们在尖锋时刻 每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碌 那假如碰到不会回答的同仁 接到电话 又再转给资深同仁的话 那客人一问三不知 感受自然就不会好 那当然 实际也许还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我建议就是让现场的主管 或者是店长有更多的资源 能够更进一步地解决问题 顾客管理 顾客管理是要让顾客 能够满意整个消费过程 顾客满意是再次光临最重要原因 笔定顾客服务的SOP五大方向 一 客人进门后的互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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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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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把握客人结账时 最后互动的机会 五 接听顾客电话时的注意事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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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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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